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今天早上大家讨论中共又在均言了 今天台股会不会跌 但最后我们是收涨了73点 因为也许大家更注意的是礼拜四 我们有台积电的法说 以及美股标普500也创下历史新高了 辉达也在新高附近徘徊了 准备往上挑战 好像科技股的利多盖掉了均言的利空 但是真的要这样看吗 还有美国上个礼拜有公布了CPI 其实通膨又有增温的味道 通膨增温会带来怎样的蝴蝶效应 这个在今天要好好地来观察研究一下了 先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股市施工 有点老师 有点老师说2022年以来 已经是part 3第三次均言了 那到底台湾股民以及台股要不要担心均言的问题 今天早上军工股有开高 但后来也都慢慢走低 好像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警惕心 解决性是比较下降的 这样好吗 还是其实有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 今天施工要提醒大家了 因为这个礼拜有重量级的台积电法说 海外美股也有挥达在往创高的路上迈进 所以反而是老AI一线股值得大家现在多做琢磨 假如台股真的有震荡拉回 那这一些本来位积就相对低 但前景还是非常好的AI一线股 可能会是您的首选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总经专家 李奇展大佛 大佛的佛语言超级厉害 上次来告诉大家 其实联准会有做调查 2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跟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一个平均大概要到4.2 一个大概4% 现在来了没 来了 所以债券跌了 跌了当然跟大家对联准会11月降息的预期 现在是放低再放低有关系 甚至有人说11月可能不会降息了 但大佛告诉你 投资债券就是要逆向思考 之前好贵哦 叫你不要乱买 现在跌下来了 大佛好好告诉你 第四季我们到底有没有通膨的疑虑 第四季到底降级吗 第四季现在债券是不是又回到他心目中的好价钱了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题材猎人翰伟哥 好翰伟哥上个礼拜在那边看马斯克开他的科技日 就小抱怨一下说迟到一小时只开半小时 结果股价马上就验证 特斯拉上个礼拜五跌了8%以上 可是呢 翰伟哥反而也是觉得哦 逆向思考 因为在科技日展出的这一个机器人 其实非常的有看头 台股相关的机器人供应链 这个礼拜很有机会做表现 还有马斯克呢 在礼拜天发射了火箭 而且用筷子夹住了火箭 所以今天台股的低轨卫星股也有表现哦 等一下来听听看 汉伟哥怎么说的 好 首先有请永连老师 PART3了 是 我们又被吓了 可是今天收涨了 而且外资空单还减了两千多口 没错 怎么看啊 对 我们就慢慢来看 好 那么其实呢 在从2022年以来呢 这个这一次已经是中国大陆 他们第三次的军演 而且是对台的这个包围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这个红色的框呢 就是这一次 那黄色的框呢 是2022 就是今年5月的时候 你还换 好 是 我们被包围了 黄色的框是今年5月的 5月的时候 原则上我们已经被包一轮了 演习区域 对 我们被包了 这是第三轮 蓝色的是2022年 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 他那次是包围 你看前面两次呢 他其实包围圈都有 他都只有五点而已 对 那这一次呢 是六个点 那六个点呢 是完全针对着台湾的六大港口 是 完全就是这个封锁了这个六大港口 这样听起来有点恐怖 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其实呢 第一次的感觉是最恐怖 佩洛西来台湾次 佩洛西那次感觉是最恐怖 因为呢 第二次 这个大家就开始比较有一点平淡的心 那到了这一次呢 大家就抱着平常心来看了 今天呢 其实上半场的时候 你可以看 其实市场的新星 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可是呢 到了下半场之后 大家就发现 还好嘛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其实呢 在这个今天这个家庭指数之所以能够守住 其实台积电是鞠躬绝尾 因为它一直守在平盘这个附近 那么到了下半场呢 是大部分是这个中小型股 跟传统产业股 这个开低走高 拉起来的指数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过去这两次 是 那我们看一下 中国大陆军演呢 对我们台湾股市造成多大的影响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次是2022年的8月2号到10号 那么我们就看8月1号 就在演习的前一天 8月1号收盘指数是14981点 那到8月10号结束的那一天的收盘指数呢 是14939点 一共跌了多少天 42点 42点 一共跌了42点 好 这时间没有进展嘛 对 还好 那就在那边震荡嘛 是 对不对 先下来后反弹 是 就震荡 好 然后呢 今年的5月23号24号 这两天的军演呢 在5月22号就军演前一天 收盘指数是21551点 是 5月24号军演完毕的时候 是21565点 涨了多少 14点 我们被包围了耶 对啊 我们被包围了 所以我们才涨14点 哦 好 OK 好 所以在这两天 就是在那边震荡盘整 是 所以我们简单的讲 每次军演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尊重人家一下 所以我们要稍微害怕一点 是 就是震荡盘整 可是呢 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明显的 就是政府基金进来护盘 然后稳定住市场的信心 所以这个时间点看得出来 官方有护盘的现象 这是一定护盘的 因为它这个时候 如果出现大跌的现象 那还得了 对不对 那市场信息不就都崩溃掉了 是 好 所以我们看今天呢 今天的走势呢 其实相对强势 是啊 大家看一下 它早盘的时候呢 一度呢 跌到五日线 可是收盘的时候呢 拉起来了 所以它今天是留个下影线呢 然后呢 这个收个T字线 T字红K 那其实量缩 量缩 当然这是应该的嘛 今天大家观望 基本会比较浓厚一点 那可是呢 如果从K线形态来看的话 其实是这个强势的走势 所以除非今天晚上 美国股市出现比较 这个跌幅比较深的走势 否则的话 我们台湾股市明天继续收红的机会 还是大 那不过呢 现在有一点点的这个 要看一下的就是呢 因为到今天为止 外资的净空单部位 只剩下了三万九千口 有终于降到四万以下 对 这个上礼拜五的时候 还要有四万一千多口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不排除 它还有压低结算的可能 因为礼拜三 这个台湾股市要结算 所以我们不排除呢 礼拜二礼拜三呢 它有弱势震荡整理的可能性 那可是呢 礼拜四的时候呢 重头戏来了 台积电跟大力光 都要办法说会 大力光我们暂且不谈 那台积电 我觉得它继续走强的 可能是相当高的 因为呢 毕竟它是全村的希望 是 它如果呢 台积电能够走强的话 符合市场的心理的预期 那么这个大盘呢 就有机会继续涨 所以我刚刚讲了 除非呢 美国股市重挫 或其他重大的利空因素 否则的话 那这个礼拜的周线呢 盘整之后 我们假设这个礼拜的周线 是盘整盘的话 那么下个礼拜之后呢 就有机会继续涨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那今天呢 这表现 谁的表现是最好的呢 就是呢 这个回答 好 AI供应链 对不对 是 AI供应链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发现你还蛮喜欢 做超底王 对啊 我喜欢 我喜欢超底 9月23号讲 齐宏说短期的底部 看起来是陈列 只差在成交量 对没有错 9月23在这里哦 结果后来 那天是在这边 没有量嘛 就后来他出一个量了之后 他就开始 继续的往上走 最近散热 真的有温温发热的现象 还不错 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我现在讲说 我现在最近呢 我都是谈老的AI供应链 因为老牌的AI供应链 其实他们现在才开始 真正的发工 真的等好久 基本面才真正的开始发工 那之前就是一些资金面 这个资金拉抬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呢 今天你看一下 除了鸿海跌了五毛 然后呢 台药跌了0.56之外 其他的都是涨的 这个百分比 这涨跌幅 那都其他都是涨的 双红也是收平板 那都是涨的 表示他们怎么样 其实都不错 那另外呢 我们看他们的EPS 这个年增率 都是双位数 都是两位数以上 那这个营收呢 也是一样 都明显的成长 所以我是认为说 尤其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F4 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广达 这四档股票 其实是可以值得注意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发现 这个好像资金的集中度 大概都是集中在四四档股票 那么我们讲的最简单的 你如果在这里呢 你真的觉得 哇好难做 真的不知道买什么股票 你就买这四档算 好 自主一个四档的ETF 对 其他的真的 这个不用太过于伤脑筋 好 好 我们先看一下鸿海 至少到底这个两百块要不要 对不对 坚持一下 今天开两百收199 对 我觉得有点故意 我觉得有点故意 怎么说呢 其实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倒梯字形的十字线 对不对 然后有稍微出量 今天呢 留了下影线 然后收个小黑K 量能立刻缩掉 今天整个台股的成交量 也变很低 不到三千两百 对 所以他这一点 我们从量价关系来讲 他到目前为止 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里面 因为价涨量增 价跌量缩 那我们从日K线形态来看 上礼拜五是留上影线 然后这个礼拜 今天是留了下影线 上下影线交错反转 所以很简单讲 明天只要他能够收红 收盘在两百块之上的话 那么就表示怎么样 他在多头格局里面 可以继续的往上走 那我们再从这个周线来看的话 周线看起来是更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 他在这边 他已经突破了这个际线 蓝色是际线 已经突破了三个礼拜了 那这个礼拜 稍微做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 只要他不跌破六周移动均线 其实都还是处于多头格局里面 而且你可以注意看 他的大量都是在底部 他其实上涨并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套高压力 所以现在唯一欠缺什么成交量 只要他成交量能够出来的话 他其实再来站稳两百块 甚至再来挑战 两百一 两百二 两百三 都有可能 我们从技术面来讲 那我们从基本面看的话 重点在这里 外传NVIDIA已经停止接单 这个NVL36的这个机型 已经停止接单了 以前接的 当然继续生产 现在停止接单 那么他把这些订单都转到NVL72 那这个72就是鸿海 对鸿海 所以表示怎么样 他的订单有增加 是 所以可以推升伺服器的市占率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所以 而且他在基于两百 第四季小量出货没有问题 明年第一季才是真正的 大量出货期 对 那所以我们是认为说 他的股价什么时候表现 第四季表现 他不可能等到 这个营收出来 明年第一季营收出来了 他的股价才涨 这机会不太大 所以应该在第四季的表现 要表态一下 对 广达也是一样 广达的日线图 你可以看 其实感觉上比这个鸿海的日线图 还要漂亮 是 他唯一的差别是他上档 上档有些大量套牢压力 其他的大量都是在底部出现 在第一个左脚 第二个右脚都出现大量 然后他现在已经站上了 所有的移动均线 那么在上礼拜五突破之后 今天做个小红十字线 量缩 这个价稳量缩 一个走势 在技术面上来讲 对多头是有利的 那么他的营收 当然也出现大幅度的成长的走势 除了AI伺服器之外 他车用的业务 也已经开始有所改善了 在之前 大家一直对他很失望 对不对 对股价失望 营收很好 对 营收 对呀 营收是越来越好 大家终于看到他好了 对不对 九月份累计 营收好 这个营收有六成的 对啊 已经有六成的成长率了 今年累计的两成以上 所以你可以看他之前 上半年他这 其实营收的表现还不是很好 对不对 那下半年的时候就开始好了 有来了 好再过来是零组件的 零组件的部分呢 那我们看一下陈明店 这场好难做耶 这场不好做 这场不好做 就是波动也未免太大 对对对没错 那现在我们要注意看一下 因为他今天的收盘价 一百四十一块半 已经站上了 这个大量区的高点 所以他在低档 在高档 已经没有什么 大量套牢压力 可是技术性的压力还在 他原来的高点 一百四十五块 到一百四十七块之间 他是有压力的 技术性压力 所以投资朋友 在做这种股票的时候 你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万一他量价失控或者是呢 就出现一个长黑的情况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先退出一下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基本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呢 他是他原本呢 他是做机壳的 可是他现在也跨入了这个水冷室散热 这个这个部分 所以看起来对他来讲的话 应该是在基本面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加哲 好 这个高价股呢 加哲我们总要有个高价股出来 就是低价 或者这个有钱的投资人 会觉得我们看不起他们 这也可以买零股 可以买零股 好 加哲呢 其实也不用我讲 大家会看得懂技术面的都可以知道 他这个呢 一个W底已经成立了 W底已经成立了 而且呢 他这两天的大量 现在已经站上去了 那所以在量价关系上来讲 他是对多头比较有利的 那形态上面来讲 也是对多头有利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基本面 基本面呢 他投入呢 这个水冷是快接头的制造 明年第一季准备要量产 那下一代的Intel的伺服器呢 这个平台就BIRCH STREAM 那预计是明年Q1第一季量产 那这个Socket将会更广泛的产右 他这有什么叫Socket 他就是呢 一个模组型的 就像我们以前的那个 那个记忆体 这插槽式的 他这种插槽式的 那以后大概都会用这一种 尤其是GP300的型号 会导入呢 这个Socket 所以呢 加则他会这个潜在的社会场景 尤其现在并不能证实 他有没有接 但是未来有 他以他的技术实力 应该会是公运商 有机会的 是的 好 美他未来的潜力 这边非常谢谢 施工永远老师 谢谢